把大米放入水中煮一煮,再蒸一蒸 这才是煮饭的正确方式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 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米饭超好吃的做法 粒粒分明,松散劲道 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 话不多说,接下来开始操作 首先,准备一下碗大米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用筷子简单淘洗几下 把淘米水倒入碗中备用 淘洗好的大米倒入一个带孔的容器当中 用手把米轻轻地晃晕,晃平 锅中加入没过大米的清水 把米连盆一同放入锅中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期间用筷子轻轻地搅动几下 开锅以后,转开中小火煮五分钟 把大米煮至半熟 大米经过煮至以后 可以降低糖分和淀粉的含量 对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友好的 五分钟以后,米就煮好了 煮至大米没有食心 趁热把它取出来 锅中的米汤也是精华 不要扔掉,放入盆中 可以偷偷地把它喝掉 锅洗净,再加入清水 放上壁子 煮好的大米放入锅中 要想熟得更快 可以在大米上面插上几个小孔 大火烧开锅 上汽以后蒸12分钟 这样蒸的米饭 低糖,低淀粉 有手有锅就能做出超好吃的米饭 粒粒分明,筋道弹牙 好吃不好吃 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 而且还可以解决许多人 煮米饭,加水多少的烦恼 喜欢我的视频 你也点赞收藏起来 试着做一下吧 不好吃 您提了大米来找我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